化名阿里的外籍容工 两年前来到香港 他说当初和中介公司签约 合约写明会有一间50呎的房 但去到就发现货不对版 阿里说有时雇主会看电视看到好东西 令到他没觉好睡 经常睡地板也令到他腰骨痛 阿里曾经想过投诉 但怕雇主炒他最终不了了之 有专门协助外籍的社工说 外容居住环境和合约不相同的投诉有很多 除非涉及到性骚扰 否则外容一般都不会投诉 息史举报作用也不大 我们希望这些新的来香港打工的个案 入境处可不可以做一些抽样的调查 起码都有一个阻嚇性 我们知道有些个案 入境处都会叫一些雇主提交一些相片 证明工人居住环境 那这些可不可以做多一些这样呢 社工又鼓励外籍容工在签约之前 可以去视察工作环境 看看和合约相不相符才签约 根据言行的法例 任何的外容去到香港工作 都要签署标准雇傭合约 合约会定明 雇主需要为外容提供合适 和有合理私隐的住宿地方 不能够招航晚策 亦都不可以同成年的異性同房 香港欢愤电视记者 彭乐言报道 ぜ人们宣布 受估播 指头 火 绢 谢谢大家